謝謝老師 來我們今天請趙世偉老師 告訴我們下週 各生肖的整體運氣如何 我們看一下2月13日到2月19日 中間逢到了初九 初九的話是天公升 代表玉皇大帝 但是很多人都會把玉皇大帝 跟三蓋宮 天官赤福 那個三蓋宮 用錯了 因為三蓋宮的天官 是元宵的那一天才生日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轉運的話 初九天公升的話 也可以依循自己的宗教信仰 去多做祈福 也可以讓你在新的一年轉運哦 好來看一下呢 在這之間呢 我們十二生肖的運勢的運氣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組的 就是四顆星的有 在運勢呢 哪方面表現最好呢 就是事業最好 一飛沖天哦 一開始呢 你就感受到呢 事業上充滿了希望 然後呢 很多的貴人會來幫你哦 所以非常恭喜了 好來看一下呢 第二組呢 就是有三顆星的 生肖屬蛇 屬雞 還有所有的朋友 在運勢上呢 就是 展現魅力 桃花盛開哦 表示說你的人緣啊 桃花根本都很好 我們可同有眾教哦 非常恭喜哦 代表說你的新書啊 事業啊 都可以大賣哦 好來看一下呢 第三組呢 是我們的一顆星的哦 比較辛苦一點的 就是 狐馬狗的朋友哦 然後在運勢呢 要注意什麼呢 要注意 財運下錯 財損財的引誘哦 因為可能過年呢 可能花太多錢了 可能小賭呢 有點輸了 哦 輸了太多了哦 或者是說呢 你可能一開春呢 就要花很多的錢 那這個時候 你要記得哦 規劃你的財物呢 才會讓你的新的一年 不會缺錢哦 好來看一下呢 誒 這一組生肖有五顆星的 就是生肖 豬 鼠 兔 還有鼠 羊 的朋友 在運勢上呢 就是財運高漲 豐收 進帳哦 哇 剛開春就得到錢了 所以趕快去買個樂貨吧 然後 我們還有加碼 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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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忘記 對 就是我們的財運特好 生肖 鼠羊的朋友 恭喜 還有 工作運家的 就是我們老鼠 的朋友 還有 桃花最旺 就是我們鼠雞的朋友 恭喜哦 嘿 來我們接下來請 學日光老師告訴我們 下週各星座的 整體運勢如何 來 2月13號到2月19號 來 我們先看一顆星的 這一組哦 來 一顆星的上榜 像獅子座 獅子座呢 你要注意的 多方壓力 運動有益 可能呢 在家裡 跟家裡有摩擦比較大啦 再加上 這個 日常生活可能做起不太正常 然後你要多多去做運動 如果吃喝太多的話 OK 再來一顆星呢 還有天蠍座 天蠍座呢 要注意的是 錢財的煩惱 然後呢 適度的紓壓 可能呢 剛過年 一休就是天蠍 太陽天蠍 你看你還可以參考上身牡羊 OK 這個天蠍座 搞不好過年紅包包太多了 OK 來 這個可以也去做一些運動紓壓是好的 再來一顆星呢 還有 金牛座 金牛座呢 跟伴侶之間 可能有一些衝突哦 然後呢 不要大家一言不合 就在那邊槓上呢 才剛過年晚吵架不太好 再來三顆星呢 射手座上榜 射手座呢 一開春呢 事業就能夠有一個很好的開展哦 然後呢 客戶就開始上門了 開始打電話給你了 然後財運是不錯的 再來三顆星呢 雙子座 雙子座呢 可同是雙子對不對 來 工作殆盡海外桃花 過年大概沒什麼時間休息了 完蛋我一直桃花一直桃花 一直桃花 對 還到海外去桃花 OK 再來三顆星呢 雙魚座上榜 雙魚呢 勤奮工作 政財願望 一開年呢 好好的把握時機 來四顆星的 有巨蟹座 金牛座上榜 巨蟹座呢 投資跟日常生活呢 其實都蠻開心的 然後都是一個 事事順心的一個時期 再來呢 四顆星呢 還有牡羊座 現在一休就可以參考牡羊座 來 上司部署諸多肯定 在工作事業上面呢 表現是受人家肯定的 再來四顆星呢 摩羯座 摩羯座呢 展現親和異地原家 這個摩羯座一開年呢 特別是啊 如果你有一些出差啊 或者是到海外去工作的一些機會啊 在外地也有一些好的機緣等著你 再來五顆星呢 天瓶座 朵琳哥上網 天瓶座呢 財運亨通 得到助力 有很多好事 跟財神也 在過年這段時間 都是跟你同在的 再來五顆星呢 處女座 處女座呢 桃花無敵 溝通順暢 這個單身的處女呢 有好的桃花 然後呢 有另外一半的人員也特別好 再來五顆星呢 還有水瓶座 可同第一名 來 水瓶座呢 可以充斥事業 過年相助 所以你這點過年大概不需要休息了 齁 除細葉 吃完年夜飯就可以開始上工了 齁 OK 來 桃花最旺 來 處女座 來 財運最旺 天瓶座 然後事業最旺 水瓶座給大家看 水瓶座 8 水瓶座 水瓶座